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专起轮向者 随所现意 西洋意义屁官实验 会存聚实验 会存聚实乐 或者散乐交扎 会存散不聚 存乐不聚 故事业因总类不疼 学习国报各个别意 如佛世尊余处广说 应当一面思维 观察所现的业总 与今世国报所经的苦乐及凶等事 其烦恼业习相当者 名为相应 要不相当为不自信 名为虚拗也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假使你要用斩叉轮的时候 斩叉轮所现的善业 乐业 那么散的是红的 乐业是黑的 那么的所现的 跟你现实所受的 跟你生活当中所有的情况 相应 就是合了很对 如果是不相应 那就是你本来是烦恼很重 习气也很重 事事都不顺心 那就说明了你的业很重 那你用的 轮向现在是红的 红的 吉祥的 那就叫不相应了 就是所问非所答 就叫不相应 如果轮向 如果轮向现的是不撒 说你没有撒业 但是你长时病苦 那跟轮向所现的不相应 轮向你不相应 过去撒 过去撒业很轻 那你今生应该无病 少脑 长寿 那就叫相应 不相应是什么含义呢 说你现在用轮向的时候 心还不自称 轮向不现 这是一种现象 但你请求拜论 要用轮向的时候 帝正王菩萨不现 轮向不相应 你修一次 两次 三次 乃至一天 十天 轮向始终不相应 因为你心啊 因为你心啊 还没自成皈依啊 第八月 第四月 这心有希望 轮向不现 李永总说 你的感 帝正王菩萨还没应啊 没应 轮向不相应的了 因为我们过去的因 造业的因 种种类类 过去的习气 跟今生的果报 必须跟轮向所现的相应了 这就叫相应 这样就是你求啊 求的得到地藏菩萨加持了 这叫相应 就是所问非所答呢 就叫不相应 告诉我们 说你在用斩叉轮的时候 第一个 先要拜参练习自心 这自心跟下文呢 要详细讲的啊 什么是上上自心 什么是中等自心 什么是下下自心 详细分的很多 我平常呢 我也没有做这个观察 你也不叫你自己自心不自心 不然我不达声妄想了 就叫自心了 不是这么出浅的了 很细致的了 这告诉我们 你要沾轮向的时候 因为你过去无量节的夜音不同 你现在所表现的习气不同 每个人都没人的习气 我大家细心一点 看看每个人的动作 一个人有一个人动作 不论说话 行动 就叫习气了 都个个都不相同的 那点轮向所现的跟你自己的生活习惯 不一样 那你就不自心 说你心呢 还没能达到自心的情况呢 那你还得先把你心呢 收拾来 达到自心了 完了再沾轮向 要沾轮向的时候 你的事 善也 乐也 全部不现 一沾全是空白 沾一次入世 沾两次入世 就沾着十次八次 全不现 善也不现 乐也不现 表示你 你自己还不明了 实际上呢 你已经正得了五楼字 你的心呢 正得了五楼字 所以沾轮向不给你现了 沾轮向是指着怀疑的众生 没入味的众生 所以才这个 用沾轮 说当你已经决定了 决定信了 正了过了 轮向不现了 有一种是心不自身不现 有一种呢 你正得了八银八字 正得见地 大乘经叫七注 出注 大乘七注 黄岸经叫出注 元出注的菩萨 什么都不现了 说这三界的一切祸业 你没有了 三业 身口意的三业 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业已经转了 所以一段三界分别获种 事故不现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这个业因了 你不受这个业果了 所以不现 沾轮叶报经 主要是 让你免去后世的业果 我该下地狱的 你拜托叶叶叶叶报 拜餐 地狱不下了 应该多乐鬼的 不多了 那你如果这些个业 你全没有了 已经断绝了 所以他不现了 因为你自己从你现在的修 你能可以直至成佛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是一种不现 纯善不现 你已经达到纯善景地了 不现 纯善 这人太乐器太重 那你一个月两个月 沦向绝对不现 为什么 乐业太重了 不现 那你必须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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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的 沦向了 说业障渐渐消失了 说纯善不具足 不是纯善 纯善也不具足 也不是纯善 就是这个中等的 这一类的众生 善善哪哪哪哪 善善 沦向非常灵 这是你的善业 那业 都不能做决定的时候 他就陷了 陷的意思啊 就让你遵照这个 沾插善乐业报经 去修 你能达到纯善 乐业渐渐消失 善也渐渐增长 不具足存善者 沦向非常灵 不具足存善者 沦向非常灵 沦向非常灵 对 所以善乐之业 所不现者呢 都是你唯要的 不能干果 善业也很威要 不能干善果 乐业也很威要 也不能干乐果 说在这个中间 所以这个沦向有时候不现呢 你在之沦向不现 但你要拜拜拜 现了 现了就告诉你了 就告诉你了 在这个经文里头会讲的啊 因为我也要不能全国 善也好 乐也好 牵动不了你现在的国报 有时候不现 不现 在这种不现当中 帝章王菩萨叫什么 说你要修威心事惯 这是下半部的警戒项 修威心惯 或者威师惯 那属于下半 斩扎善的 下半部讲的 如果善也强 那你招干的果呢 是善果 乐也强 那你就招干的果 善乐也两种皆不能牵手到你的果 那这个时候 你拜颤的时候 他就现 现了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修 这个里头讲的业 这个业就是用的意思啊 善有善的业 就敢善的果 那有善的业 敢善的果 就叫业肉 说像我们现在你做件事 那个事情就叫业 你做这个业 有的是善 敢善果 有的是善 敢善果 那也善也不强 乐也不强 不干果 必须再去增加的 必须再去增加的 业肉就是你做呀 你愿做何事 都有什么 各个的业 就当用自想啊 就当用自想啊 你的业用 你用到什么方面 你的心 用到什么方面 就会在什么方面收他的果 因为我们先起心动念 就落两图 一个善一个乐 说当你用粘插轮的时候 所用的善也好 乐也好 你要入理观察 这个入理观察呀 跟你的心里所想的 跟粘插轮向所现的 是不是吻合 这个不合呢 就是不相应了 所问 非所答 这两种 一种在你用粘插轮的时候 在你请圣的时候 狄章菩萨没现呢 没现你粘插是不灵的 所有的景象都是虚妄的 当你败颤恳切之后 那你自己 知道自己的业啊 我每个人都知道 你做什么事都不顺心 你想求什么也得不到 就事与愿违 这是不遂心的事 烦烦恼恼 账到账奈 账账奈奈的 你就知道自己的业很重 对 但平常听到道友们说 我业障很重啊 我不相信 他对我说的话不是真话 这可不是客气了 对 业障很重 你闻不到佛法 你连斩查善 那夜报经的名字 都听不到 是帝章王菩萨说的啊 不是我说的 你闻到经的名字 就是你跟帝章菩萨有缘 跟这部经有缘 因此你思想所想的 属于贪嗔痴的 身体所做的 杀到阴 口里所说的 妄言其余良舌闹口 加个不字呢 就十善业 没有不字 就十善业 对 反而你一举一动 心里所想 身体所做 口里所说 一天都在十善业里头 不在十善业里头 就在十能业里头 你抄不脱 说抄脱了 我是圣人了 整了四国了 没得见四国的人 那咱轮向干啥 轮向不限的 咱也不限 因为这种轮向的意思啊 就是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业 你还自己 说是自己业症很重 就得重到什么程度 你不知道 这不是拿个物件 拿凳子撑一撑 拿尺子量一量 大小长短 情重多少 那那种 就是一个尺子 你就知道了 你善业究竟有好重 那你修行的功力 就要到什么程度了 那 这样子呢 你自己啊 就明白了 但是你净做那事 那事做尽了 好事一点都没有 我净做善事 一点儿呢也没有 这两种人很少 大多数都是善善呢呢 一般人 在他一生生活中 有时候心里起个善念 有时候心里起个善念 说我们出家四众弟子 比喻比喻比喻你 有不善有不善 当然是善多那少 几回事 思想 有时候起烦恼 因为在这个小城教育当中 心里说起的不算 你没有事实啊 因为在世间的法律上 我心里想的 能算犯罪吗 不算犯罪 对 就在我们佛字的戒律上 若是杀戒 杀戒得当时把人杀死 算破了杀戒了 破戒了 说当时杀的未死 而后住医院死了 就是第二等罪 不算究竟杀业 通忏悔的 我杀完他 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他死了 因伤自死 在法律上也是因伤自死 当时杀的断气了 就算杀也成就了 以后因伤自死呢 你还没犯究竟 这个在戒律上叫生残罪 他没犯究竟杀罪 这在你的业啊 这个业容当中分析的详细很多 说你用斩刀轮也入市 这缘呢 有及时处成的 像如果杀人 刚才我举例子 当时杀死 是那缘成熟了 当时没杀死 那缘还没有那么重 因为在法律上分析很清晰 在我们戒律上也讲的非常严格的 在什么时候算成犯 如果邪律戒律的人都知道 八元成犯 这八个元你都记住了 这条街犯了 八个元你自犯了四个元 犯了一半 忏悔也容易忏悔 只要八元少一元 不叫成犯 这个在你散乐业上的 威要的 不能牵动国 你杀人杀死 牵国就厉害了 不但要还他的报 还有花报 国报余报 过去杀业很重 你还来命灾了 但是你这一生还是多病多灾 那叫余报 所以在这个 这个要学学习戒律 学习详细讲啊 每一个业它有好多种元 这个元都具足了才算犯 说少一元少两元 还没犯酒精 就是说你在忏罪的时候 才来分别 如果是你在社会法律上也入世啊 你当时杀死 这个情况就哪里了 就不通了 最要严重 杀了没死 送到医院去治疗 或者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这叫因伤自死 情况不通了 这也不通了 所以在你这个存乐存散 都要有详细的分别 那这个 这个在我刚才讲这里都包括一个 因果之外 除了因果之外 还有个习气 习气 所以我们对于二成人 学戒律 或者学法律 学经典的时候 他虽然是善乐业断了 剑四货断了 但是他无名货没断 善乐业的习气没有断 什么很多人 他的习气 个人的习气都不一样 这个习气不犯罪啊 习气不犯罪 那善有善的习气 乐有乐的习气 如果痴心太重 痴心很大 悲观很重 看见人家受苦啊 他心里就难过了 这叫痴心 而他不能发挥作用 不能把别人痛苦给免 光有这么个心 这不叫大悲 把别人痛苦免了 完了或者我自己态他瘦 这不是凡夫所能做到的 因为你想代受你代替不了 你没那个本事 要是菩萨就可以了 所以你果报消失还有习气 这个等到后文还要讲的了 再用你斩叉轮上还要写的吧 说地藏菩萨跟将近菩萨说 说当来 未来 未来就是说这种末法实话 这些祝佛弟子 凡是归于三宝的 比就比去那幽不赛幽不赢 没受三归的不算 所以你信佛好多年 你没受三归 不算佛门弟子 必须得受三归 才算入佛门 要是未来的时候 当来是得佛子 沾这个善乐果报 相应了 就是你沾茶时候 那个经典所说的 跟你所有的思想跟你行为相应的 这叫相应 说你全生沙业很重 今生呢 虽然是还了报了 或者是常识害病 住室都不顺心 总有伤害 那叫相应 说全生的善业很重 从来不杀生 今生也就从来不害病 也没人伤害到你 说与五欲众俱 得诚意者 就是在你五欲境界 你都满意 都满意 这个时候你注意 不要再放异 已经满足了 不再能外交求 应该怎么样思念呢 说这是我过去的善业 今生才得到这个果报 我假使在这个基础上 再去进修 进修 就是还是容能精进的 敬做善业 不做那事 这是劝勉的意思 比赵仆子劝的 说你不要停止于现在 不要满足于现在 你还加力地弄出了进修 他说好啊 在家好 如果是现身 找到种种不如意 找到哪难 经常都是摔脑不吉祥的事 总是你恐怖 忧愁 不诚意 什么事都不顺心 你怎么对待呢 甘心忍受 耐心 说这是我过去的业障啊 别宅造了 我现在就受吧 还抱吧 应当甘心地饮受啊 不要怀疑 不要后悔 这一点非常重要 特别我们佛第四众弟子 比丘比丘尼 有菩萨有菩萨 你过去做与伤害别人的事 损害别人的事 这是过去事啊 竟给别人痛苦 不给别人的欢喜 你今生所受的 你得不到欢乐 你得不到幸福 那你怎么样呢 应当饮受啊 不诚意的事 就是说还债吧 高高兴兴还 不远还有加利息啊 对 你还债时候你借人钱 不要利息吗 说我杀人我还他命债了 不行 你杀了隔了多少年了 隔了多少多节了 他还有加利息啊 你得不利息付出 这叫仨叶中还有余报 不愿人你看见的这个人 你看他就不高兴 一点缘都没有 对 那就是 那叫余报的表现 你跟他无闹无怨的 什么都没事 你走到街上碰见很多人 大家走过来走过去的 那一点心的影响都没有 你跟他无缘呢 什么因缘都没有 我说你看人很喜欢 那就有点关系了 你看人就烦恼 也有点关系了 那不是无缘无故的耐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个事每人都遇到到 你可以想啊 因为你过去所造的那业 你今生身体肠害病 好多事都不顺心 无缘无故的忧愁 无缘无故的烦恼 有没有啊 我想我们诸位道友都有 不晓得怎么心里不耐烦 有吧 人家看着你很好 你自己感觉很烦恼 别人看见你够享受的了 你感觉不如意 每位道友都有 你我们出家的道友 你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负担 但你自己无缘无故的其烦恼 神的不顺心 你是知道 过去的许业发现 就叫许业发现 因为你过去的业